养生啊 锻炼啊 这个加法 减法啊 要减的就是一个撞术 广告之前咱们说了 73岁的齐先生撞术 撞出了猪网膜下腔出血 齐大爷的这个本业 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撞身体 还有这个头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 预防这个心梗 脑梗 还有这个老年痴呆 撞术真有这些好处吗 其实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在公园里边锻炼的很多人啊 就是用自己的后背啊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部位 去撞击这个大树 那我们看着都觉得挺疼的 那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是因为有这么一种理论 认为你撞大树之后 能够锻炼身体 起到了一个输筋活络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后背 会有很多的一个穴位 那有的人认为说 我这样撞击的时候 可能就会对我后背的 这些个穴位 起到了一个自己的作用 从而能达到输筋啊 活血啊 通络啊 这样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穴位 都是在我们的身体的 某个部位是比较精准的 你去撞大树的时候 你的后背是一片一片的 去接触这个大树 怎么就能那么精准的 刺激到了这个穴位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我想撞大树 并没有大家想要的 那么好的一种锻炼的 这样的一种结果 郑老师您再跟我们说一说 就刚才这个齐老先生 他这个珠网膜下腔出血 这到底是个什么毛病呢 这个珠网膜下腔出血呢 大家可能听的并不多 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那我们知道 其实脑出血 听着都挺了解的 它是指我们的脑 食指内的一种出血 那么珠网膜下腔出血呢 是在我们脑组织的表面 它有一层膜 就叫珠网膜 那么这个珠网膜表面的 这些个血管 因为各种原因 这个血管破了 它就出血了 所以这个血呢 最终汇集在我们脑表面的 这个叫珠网膜下腔里 那么产生了一系列的 这个临床症状 就叫珠网膜下腔出血 大概这种珠网膜下腔出血 占我们急性脑组中 10%左右 所以它的发病率 并没有脑出血和脑梗色 那么高 外伤是诱发珠网膜下腔出血的 一个常见的原因 虽然说撞大树 直接撞出珠网膜下腔出血的概率 并不是那么的高 不是说我一撞就会出血 但是确实是有 这种潜在的风险的 当然大家不要过分的紧张 就我们日常磕磕碰碰 发生脑出血也好 珠网膜下腔出血也好 它的概率相对来说 是不那么高 是比较低的 但是仍然存在这种可能 所以发现问题了 磕了脑袋 然后发现头疼了 头晕了 一定要尽早地去医院 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据说健康 由油中黄金还原 稻米营养精华的 金龙鱼骨维多 稻米油冠名播出 珠网膜下腔出血 可不仅只是有外伤导致的 家族遗传 脑洞脉瘤 先天性的脑血管畸形 还有高血压 酗酒都有可能又发 据统计 40到60岁 是珠网膜下腔出血的 高发年龄 而这男性比女性的 患病率略低 虽然这些年 血管介入技术 是进展挺快 但是珠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的这个预后 还是不达好 并损率到达45% 致残率也比较高 金龙鱼骨维多 稻米油 由衷黄金 还原稻米 影响精华 据说健康 要感谢金龙鱼骨维多 稻米油的大力支持 新闻里奇先生 撞树之后 就头疼 头晕 被诊断是 珠网膜下腔出血 头疼 头晕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很常见 日常当中 头疼 头晕 是根据 珠网膜下腔出血 有区别吗 的感受上 的确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 撞了一下头 疼 晕 我们都觉得很正常 不会有人想到说 我是不是出血了 我要到医院去看个病 可能很多人 都会选择说 我在家观察几天 但是 珠网膜下腔出血 它跟这种疼和晕 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患者描述 这种头疼 是一生当中经历的 最严重的一次头疼 所以他的头疼 可能是非常的剧烈 会伴随有 非常严重的恶心 呕吐 甚至于可能迅速地 就进入到了 意识不清昏迷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如果这个头疼 超出了你平常的一个 忍受的范围 或者是时间非常长 同时还伴随有一些 像麻木 肢体的活动的不灵活 那么就要警惕 有可能是出问题了 赶快去医院看病 想锻炼 没问题 就是您一定要把 撞树这一项 从您的养生选项里边 给它去掉 那我们说养生 是少不了运动的 也少不了锻炼 那刚刚我们说到 锻炼方法这块 减法做完了 加法应该做什么呢 加上这几句话就可以了 慢跑太极安排上 每天都有运动量 身体健康心不慌 过分依赖保健品 您的养生得做减法 不要过度依赖保健品 更不要用它来代替药品 晨炼不是人人适合 有人这条也得减 高血压患者晨炼 要避开早上六点到八点 撞树锻炼不是好招 快把这个习惯划掉 撞树可能会导致 撞门下枪出血 要想锻炼 还是应该选择慢跑 或太急